今天继续上次119封还没有回答完的问题 今天的这个问题是 如何增加新朋友的名单 并让他对我产生兴趣并且追踪 或是我可以主动联系对方而不被讨厌 嗯 真是好问题呀 这个在网络行销里面交的全部就是这些东西呀 所以这个问题要回答的话可以回答 好几天吧 如何增加新朋友的名单 要看你是用什么工具 如果你用的是email 那你新 是增加新朋友的名单就是你先去做名单收集页 然后 把名单收集页曝光到很多地方去 当然你在曝光之前你要写一段文案是让 让人家对你想要收集他的名单的 东西或赠品是产生兴趣的 比如说你今天是想要送 你今天是想要 假设我是想要送那个 驾站软体好了 驾站软体的教学 不是驾站软体 驾站软体的教学 那我们可以去找免费的驾站软体吗 像我现在在教的那个webily他就有免费的版本 或者是我有教google的blog 他 也可以改改成官方网站的样子 也是免费的嘛 那我要送这个东西之前 我一定要先写好 一些我询问 提出一些问句 提出一些问句是 郑重下怀 让 有需求的人 可以打中他的需求的 比如说 做一个网站 在外面市价可能要 两三万块钱 假设啦 两三万块钱 那你请人家做网站 做完之后呢 你每年都还要有 那个年租的费用 比如说三千多块 或六千块 那我的问句就会跟 就会直接提出来说 每年都要花 六千块钱 维护你的网站主机吗 那 请人家做个网站 要 三到五万 可不可以省下这笔费用呢 或者是 每次一遇到 网页内容要修改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头痛 然后找不到 设计师 可能又找不到当初 帮你建置网站的人 常常需要修改 怎么办 可不可以自己来 之类的 那 一般 其实 我会提这几个问题 老实讲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业者 他们 自己 自己请 外包人家 帮他做网站之后 常常遇到的问题 那如果有遇到这类问题的 这些 商家 或老板 看到这样的文案的时候 他们 就会 正中下怀 他说 对 我也是遇到过这些问题 好 那 你 接下来 你这个广告文案 人家看了有兴趣会点击吗 点击之后连过去的那个页面呢 你就要提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 你解决他 我可以自己很轻松快速的架设网站 第2个 我架设这个网站 不需要花到大钱 甚至不用钱就可以架设网站 第3个 我每年 因为是免费的 我也不需要再去付出任何主机费用 第4个 他的修改非常方便 未来 你的商品有新的东西 你随时可以自行修改 好 那 怎么做呢 如果你要想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呢 请你填写下面的表单 那你就把email的那个栏位附上去 或者是请加入我的Linead 你就把那个Linead的那个 加入好友的按钮附上去 那 有兴趣的人 就会去留资料 这个就是许可式行销 他愿意留资料表示他愿意接收你的讯息 所以你发电子邮件给他 或者是发Linead的讯息给他 他就 不会把你封锁 那当然如果你发过去的讯息 文不对题 就是你发出去的内容跟你当初提问的那些内容根本毫不相关 那就表示你文案 牛头不对马嘴嘛 那当然人家会封锁你 但是如果你发过去的讯息就是 真正要解决他问题的方案 比如说我今天提供他一个 免费教学 一个10分钟免费教学 让他知道 怎么去webally直接就 做网 做网页 不用说做得很专业很漂亮 不用一刚开始我们提供的免费课程只是要让他知道说 OK 很方便真的很简单 他想不想要更深入的学习 想的话我们就再给他进阶课程那个时候再来收费 这样就可以收集到名单而且他不会讨厌你 这个很简单的回答 那 后面这句是说 或是我可以主动联系对方不被讨厌 对啊我已经讲完了 就是这样子 OK 这是第1个问题 好 不过这个问题就已经讲到5分钟了 那我想 这个问题如果你刚刚没有听懂的话 你可以再重复听一次 一天也不要太久 5分钟就好了 你就仔细去思考 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大问题啊 他是每个人的问题啊 每个人做网络行销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做 做线上做网络的业务本来就是什么 本来就是要扩大名单量嘛 就好像 我今天早上去 永达宝金 讲了一段分享就是 怎么去 拓振你的客源嘛 那我们传统的方式去陌生开发或者是电话陌生开发 灯门拜访之类的 你一天 了不起 3组客户 厉害的人 10组 20组 如果到10组20组那个肯定是蜻蜓点水 那如果你是说 3组 3组每一组人都可以讲到一个钟头 那算你厉害 每天都可以开发到3组 跟3个 陌生人或者是3个朋友可以 讲到一些 保险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吃顿饭也好 那个算是 蛮有毅力的业务人员了 可是 毕竟你一天就3组嘛 了不起10个 20个 这个已经 已经到极限了 可是我们在网络行销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网络行销就是刚讲的那些提案那些文案 那些吸引人的文案解决对方问题的提问句 我们要让他大量的曝光去买广告大量的曝光 你不买广告也可以啦 可是 除非你的自媒体已经做得很大了 所谓自媒体就是说你的部落格今天一看出去可能就有好几百人甚至好几千人甚至好几万人在看 因为有些部落客他的文章一出去就是好几万人在看 除非你自己的自媒体已经够大 否则的话你一定是 先买广告最快 买fb广告或者是买adwords广告就是关键字广告 那曝光最快 把这些文句曝光出去之后 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 留资料嘛 这个就是 增加名单的方法 那后续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一直去 提供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有人说 有啊我都有记最终信啊 我每个每个两天或是每个三三五天有记封最终信啊 可是你每一封如果内容都是在卖东西卖广告 卖东西 反正就是在广告内容的话 那人家看了会讨厌一定给你封锁 可是你的每一封内容如果都是对对方有价值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我提供一个给你免费叫网站的 资讯 你学会了 然后第二封呢 再进阶一点 也许你有十堂课程 可是你有三堂是拿出来用赠送的 那前面三堂 赠送完毕之后 后面第四堂第五堂 我们要收费其实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他 这点费用他都不要的话 那他自己去找其他免费资讯就OK了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做到 十分之三给他免费 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想提供的资讯 这样就够了 那其他 十分之七的部分 我们想要收费 那你就收费 那当然 觉得这个费用对他来说有价值的人 他就会付 比如说他去外面 我们刚刚讲过他去外面 请人家 代价网站 可能要三万块五万块 我们讲三万块就好了 可是你的课程如果只卖一万块呢 那对他来讲 而且每年都不用再付费的话 那对他来讲是不是非常划算 那这样子的诱因 你有这种比较的话 那这样的诱因就很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买 说一万块 学会之后 我每年都不用再付 网站主机的费用 哇 那值得啊 不然我本来一年要付 三到六千 那我两年 如果是六千 两年就一万二了 那我花一万块 我等于第一年 不要让别人帮我做网站 我第一年就回本了 第二年第三年以后全部都是赚的 那我当然是会买这个课程嘛 对不对 只要他前三场他觉得你这个东西有价值 而且能够 解决他半信半疑 的那个疑虑的话 那你的东西就好卖 好 提醒一下昨天我们有讲到 赠奖 赠品这个 民宿的住宿券 如果不知道的人呢 再看一下昨天的讯息 如果是LINE AD的 朋友呢 好啦我等一下还是会留个那个网址在上面 好吧ok 好就这样 谢谢观赏 我们网络行销八点档明天见